好,各位看一下齁,這些 我是不懂啦,這個應該是百合 它百合也開得蠻漂亮,百合花 對,是百合 然後這個 這個也像喇叭,是不是也是百合的一種 也開得蠻漂亮的 我覺得這邊很多百合花,很多百合 來,我們繼續看 這個我就真的不知道了,這個 這個也是開花的,你看 這個一整排 一整排都是這種喇叭花,應該是百合 因為它是喇叭的那種形狀 喇叭花就是百合,大小百合就是這個 百合花 就是很漂亮啦,它整排火紅的 有沒有 這個是小朵的,小的那個百合 這個比較小嘛,各位看一下 這個比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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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猜應該是百合 我在猜應該是百合 因為我對花其實 不是很很研究啦 應該是百合 那我們繼續比對一下 我們繼續比對一下 這地方是哪裡 這地方就是我家的附近 我家附近 我們現在等那個 車子過去 你看 這地方是我家附近 前面還有那個 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附近 雖然是小巷子工廠還蠻靈利的 來,各位看一下 這就是大的百合的感覺 大百合 有的已經卸了 這一排 我知道他們很喜歡 很喜歡百合 這個 大的 大的 剛剛是小的 這是百合花 百合花 很多人都喜歡綠棉花的 那個 植栽啦 所以 尤其是花朵這種 很多人喜歡種 百合 百合很漂亮 然後你看這個 有沒有 大家都有盆栽 這個 也是百合 但是他是白色的 啊 白色的 啊這不是野百合 這是人家種的啦 也是百合 啊 剛剛那個粉紅色的 紅色的很漂亮 啊就是白色白 你看 這好像是那個茶樹 還是茶樹 然後這個都有做那種 麗美化有沒有 那個 綠美化的植栽 之類的 齁 很漂亮齁 這個就是 盆栽啦 盆栽 盆栽齁 大家 都會種一些這個 啊這個 這個開很小朵齁 啊這個有地方很大啦 有地方很大 啊這個是應該是野菊吧 那個粉紅色的應該是野菊花 齁菊花 齁 齁 齁 那個花朵很多齁 啊但是 齁 來不及所有的都給大家看 來我們就 齁下回見了齁 拜拜 拜拜 拜拜